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两个和尚 从前有两个和尚,一个很有钱,每天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,另一个很穷,每天除了念经,还得到外面去化园,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有一天,穷和尚去有钱的和尚那里,并对有钱的和尚说,我很想到南海去拜佛,求取佛经,你看怎么样 有钱的和尚很不屑地说,路途那么遥远,你要怎么去 穷和尚说,我只要一个拨,一个水平,两条腿就够了 有钱的和尚听了穷和尚的话,哈哈大笑道,我想去南海也想了好几年了,一直没动身的原因是路费不够 我的条件比你好得多,都未能去城,你又怎么去得城呢 过了一年,穷和尚从南海回来了,而且还带回来一本佛经送给了有钱的和尚 有钱的和尚看他果真达成愿望,惭愧得面红耳赤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下定决心,有恒心,有毅力,那么再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了 穷和尚虽然没有钱,但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,才能够跋山涉水,不畏艰险,最终达成愿望